大家好,我们继续分享圣经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三节 是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败大 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造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起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那么,十一个门徒,因为耶稣有十二个门徒 犹大呢,因为出卖了耶稣,这个自杀了 那么,剩了十一个门徒,大家都往那个加利利山上去,要去见耶稣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就见了耶稣 那么,就拜他 其实,这十一个门徒,十二个门徒早就拜过耶稣,认他为做老师 圣人,基督,懂道理,向他学习,向万民传颂天国的福音和天国的道理 那么,然而还有人疑惑,这是,疑惑是应该的 不能你说,编了一些故事来,拿我们人的子孙的智商开玩笑 我们都傻,还有人疑惑,这句话呢,只有一个人有着口气讲出来 以后就跟大家分享,在这个基督教里头,某种程度上邪的一个人 把基督教也是玩了命传嘛 这一个呢,是应该很严肃的问题 这个耶稣的复活,不是他们所说的啊 还借石还红,还借着原来那个身体上,借着活 谁靠什么活,靠神活着 其实人人背后都有一个神 这个人,到今天我们现在还在这,就坚决的,就是偏执的,不对 我们不是靠神活着 我们自己活着,死了,死了,死了 人人背后都有一个神,任何一个人皮 人形肉身后面,都有个神,都有个天父,都有个圣灵 这明白了什么,都有神嘛 那没有神,他怎么能动呢 结果没有,没有他怎么活呢 靠神经,神经哪来呢,还是神呢 神的经嘛 所以呢,到现在我 昨天,一直到今天还有一些报道 比如说,人就觉得 只有一个神,要不耶和华 要不耶和华也是父子啊 耶和华也是耶稣 其实人人都是神 耶和华也来告诉大家,人人都是神 但是呢,人人都偏执 啊,不行啊 人人都是神,就是对自己的谢主 说自己是神,就是对自己的谢主 这确实是神,也不明白了 那么在这个地上 然而还有人疑惑 当然有人疑惑 耶稣的门头到耶,最后 如果真正的,他们那么传说的 到家里的山上叫耶稣 他根本就看不到耶稣 耶稣可以检验的,不会在那去检验 所以呢,这些人就是偏执啊 还要对别人进行 烧带着进行一种 练风刺带挖裤的攻击 然而还有人疑惑啊 好像你讲的就是真的 那么你造假人家为什么要去信呢 对不对 造假别人还要信啊 就不是疑惑了 这说起实话 只有一个人有这么偏执 他读圣经 确实是读得很深 了解的很多 但是用圣经也迷糊了很多人 以后这所有这一切都自己都自己 跟自己在那儿 我们用不着去 哎呀,非得去 要治他个什么 他自己就把自己治了 还用不着我们去背心 那么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啊,这些话并不是耶稣被丁十字架以后所说的话 而是耶稣在他传经讲道啊 传天国福音里头 跟大家讲的话 耶稣也在加利利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 说耶稣还是加利利的人呢 还是拿撒勒人呢 那么讲道的时候也都讲了 嗯 就是说 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 我作为一个人 一个神 那天上有天上的权柄 人人都一样啊 天上都有天上权柄天赋 啊 地上也有权柄 因为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存活 能操纵这个人形肉身 披着上人皮 那当然有权柄了 所以耶稣给大家讲的是道理啊 就是这个道理 任何一个人做成人 就以前做植物 做动物 做什么东西 那都是另外一个概念 你做到人 就讲人的这一层面 耶稣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做人的道理 嗯 那么 我们是都被赋予了 天上和地下的权柄 我们才能这个物质滚滚红尘 当时披着这张人皮啊 操纵这个人形的肉身 才能活动 才能经历所谓的命 才能有这么一个过程 啊 没有赋予这个权柄啊 没赐给 我们就 不能降生到这个物质世界 跟这个物质世界三开相续 老老师在那待着 在那个我们那个老家 有许许多多的 还在那等着来呢 还没有赐予权柄 赐予权柄 那我们就来了 在天为父 在地为子 那么耶稣 他表述的是和 对他自己来讲 这一个真的 就人人其实都是如此 呃 所以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因为什么要让大家都来知道这个 事实 呃 其实人人也都赋予了真理人相 都赐予了真理人相 我们任何人 任何人 呃 和这个天国福音的 我们这个良心良知都知道的 所以人要有良心要有良知啊 那么万民做我的门徒 让大家都认识这个事实 这很简单的个事实嘛 但是到现在我们还有好多人不认啊 子伙不认啊 一定自己不如神啊 神来掌控我们啊 我相信他是神 他就给我走个后门 就妄图满足自己这种极端自私的 偷鸡去瞧走后门啊 的这种心理啊 甚至于做事做不到说爱人如极 爱你的仇敌做不到 我说还说吧 我不恨他就不做了 确实如此 那那靠什么靠神 靠谁的神靠自己的神 自己的仇敌哪有什么仇敌 对不对 所以这以后再去讲 反正福音说我们还要分享 还有三节呢 三个福音呢 没关系我们慢慢以后都分享 有的时候可能 没讲到呢 我们会补充上啊 讲到的我们可以再重复 没关系就是这个道理 要在这儿 其实这是这最后 马太福音最后这一段耶稣所讲的话 实际上要耶稣在日常生活当中 跟大家都讲过呢 而不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 又却有什么所谓的复活以后讲的 复活以后耶稣根本就没说什么话 大家可以去查 要说呢今天还能说呢 今天也不跟我们说了啊 做耶稣的门徒 就是相信耶稣讲的这个道理 我们人人都有 都有这个权别 什么权别 良心良知都被赋予了 我们签署了这个协议 我们才能来 不签署不 你怎么可能来呢 在一个以后跟大家去分享 奉父子灵的名 在这意思 耶稣给大家就是所谓的三位一体的出处 父在天为父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在地为子 实际上是一个东西 天父 人子 实际上是一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灵 实际上是一个东西 所以说三位一体 不是说啊 是 是 是 一个身体 就是三种角色 不是 而是说什么呢 这三个东西是一个东西 叫一体嘛 就是一样嘛 天父 在天为父 我们没来到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 我们 圣监的天父 我们都知道贵族 我们所有一切都明明白白 都如关关这个红尘 啊 物质世界 我们就被红尘 物质所 熏染 所覆盖 我们当然了还有那个良心 那么我们就有这个 披着人皮 有着人的肉身 做人呢 你那 做动物呢 就有动物的身 动物的皮嘛 那么 在物质世界里头就是责 啊 其实这个在老家是 不 到物质世界是 责 是一个东西 就是灵 啊 当然了 我们现在用的还做中国老祖 那有意啊 有意识啊 意思啊 那个意啊 那也是啊 灵温啊 我们还有破 嗯 佛教有阿莱耶 其实呢 都一样啊 就是那个真正的我们的那个自己 真正的我们自己 我跟一些朋友还分享过了 但是在这呢 就不要再一讲就欠着面更多了 问题更多 那么以后在宇宙人生统训练 都在真理里面啊 后续讲完了如是道也啊 经典以后 我们会讲 真正的这个这个世界的真相 真理真相 那么在那里头就跟大家分享 包括物质的物质世界的由来啊 如何产生如何运作 一直到人是怎么回事 灵是怎么回事 具体跟大家去分享啊 也是父子灵一体 什么就是一个东西 大家仔细去慢慢的揣摩 慢慢的去感受 慢慢的去印证 给他们实习 实习是什么 我们说我们就是外在的一种 回改的表示啊 表示自己愿意去改掉自己的错误啊 保持自己真正的东西 把洗嘛就是把错的洗掉嘛 那么这是一个外在的约束 那么我所吩咐你们的 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就所谓的时间也好什么的 不尽心尽性尽意啊 爱主啊 爱神 其实呢就是爱那个真理 那么在这个我呢 就是耶稣这个人分布给你们的 耶稣代表什么分布给我们 就是代表真理 他认识到真理真相 都要教育他们去遵守 不杀人不奸淫 不做假见证啊 实话实说嘛 爱灵如此嘛 爱人如己啊 那么都去教训他们遵守 做到这一个平等 就是遵守做人的原则呀 其实人怎么做人自己不知道嘛 批上人批不知道怎么做人那么瞎扯嘛 那就是沉溺与自私了嘛 我就与你们同在 那有两次含义 一个是耶稣啊 跟他们一直在 不会离开他们 另外一方面就是真理 会跟他们同在 因为耶稣讲出来的福音 讲出来真理 讲出来道理 就会一直在人间传说 尽管我们现在啊 还没搞明白耶稣讲的什么 但他讲的一些道理 还是明明白白在那个地方的 耶稣一直也跟我们同在 因为我们每个人内心当中都一样的 天赋 每个人的天赋实际上都一样 他即使独一无二的 也都是一样的 成为人自由 那个人领受的程度不同 那就会对这个天赋认知 对真理正在认知会有差别 那么这个差别 我们会做不同的选择 那么就会造成我们将来 能不能复兴复活的问题 直到世界能莫了 就是大圆圈化圆的时候 完了 什么呢 这个物质世界归于寂静 一切都静止 那么这个物质世界就不存在了 所有的物质就回到非物质世界去 静止下来 而我们呢 也不起心动念了 在自己天国里头 这个享受大快乐大自在 那么人人每一个灵每一个父每一个子 都要做成这一点 那么耶稣啊 讲了这么多的福音 讲了这么多的道理 讲了这么多的这个这个这个 比喻 跟我们讲述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人人都是神 人人都有个天赋 独一我二的天赋 天赋是圣洁的 我们都做成了人形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就会迷失 当然我们也要再去跟天赋 谦卑下来跟天赋去这个 将天赋请教跟天赋交流交通 就所谓的祷告 哎 我们就能够认识到天赋 跟天赋合而为一 神人合一 明星艳星 啊 这个天人合一 啊 认识到真理真相 认识到天国的福音 并把他去行出来 做一个完整人 啊 实际上这就是这个 就是啊 灵们 父们 子们 要动下来 产生物质世界 的圆圆 好 这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